你好 歡迎收看聚焦新亞洲 我是林辰佑 頭條訊息來看到在秘魯北部發生的 嚴重山崩意外 從網路上面流傳出來的影片 就可以看到這個山體是突然崩塌 巨大的土石流就好像洪水爆發一樣 瞬間吞噬了附近的住宅 許多民眾眼見土石流迎面而來 嚇得趕緊逃命 這個場面險象還生 而這一起大山崩一共是造成了 一百五十棟的房屋被掩埋 目前還沒有公佈死傷的人數 根據瞭解當地這一個多月來 已經發生了兩起山崩 秘魯總統也喊話呼籲民眾要保持冷靜 美國總統拜登在北約峰會的 壓軸記者會當中表明 美國在沒有交換條件的情況之下 將會出售F16戰機給土耳其 但是外界解讀這個是拜登從中操盤 要用出售戰機的條件換取土耳其 不再反對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 而北約峰會結束之後英國首相強森 已經表態下一個外交戰場就是在印尼的G20 中操盤會西方國家必須要積極參與 以免大陸以及俄羅斯獲得主導權 北約海陸空聯合演習 演練沙目包括直升機垂降 以及沙灘作戰 地點就在領受峰會主辦國 西班牙國王也親自參加 美國總統拜登笑得開心自然 因為土耳其總統艾爾頓態度軟化 不再威脅動用否決權反對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 拜登也立刻大方出售F16 我們必須銷售F16戰機 而且更新化那些飛機 我們不在意地做這件事 我已經指出了他們 我沒有改變我的姿勢 在明月中 那裡沒有任何協助 只是我們必須銷售 拜登同時不忘強調 出售F16沒有任何條件 北約峰會月底剛落幕緊接著G20 11月在巴黎島登場 英國手下強身也轉移戰場 表明西方國家必須參加G20 否則峰會將由中俄兩國主導 我們必須確實地認識 不每個國家都會同樣的 普天的逃亡 都會看到我們做的 不過大陸對於美國與西方的冷戰思維 持續抗議 顧手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 挑動集團對抗 搞拉幫結派的小圈子那一套 不得人心更不會得逞 儘管西方國家對於中俄參加G20表態反對 但剛剛與普丁見面的印尼總統佐克威表示 他樂意協助 俄物領袖展開溝通 以怕萬戰爭能盡快結束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出席 歡慶回歸二十五週年大會 並且為新任特首李家超監事 他說一國兩制是好制度 沒有任何理由改變 也符合大陸和港澳的根本利益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 在從深圳搭高鐵專列到香港 出席第六屆特區政府奏旨典禮 為新任特首李家超監事 他說香港回歸二十五年舉世公認 成功實踐一國兩制 符合大陸和港澳的根本利益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 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 雖然內容沒有提台灣 但大陸卸台學者認為 等於是在告訴台灣 一國兩制是最合理的一項安排 習近平快傘防港最後一個行程 到了解放軍駐港總部 中午便搭乘高鐵返回大陸 經歷了反受力運動 接著習近平防港警方高度戒備 海陸空交通管制 水警船之外解放軍軍艦 也含有在會場附近中環靠岸 會展中心周邊也要通行證 距離車對三百米以外 記者也要嚴格安檢 最新引進的大陸制裝甲車 劍持虎也全程戒備 民眾跟習近平最近的距離 就是搭天心小輪或是在維港對岸 爸爸是英國人或是中國人 所以帶孩子們來感受一下 香港回歸25週年的慶典 也有人首次五星期及香港區起慶祝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靖華的報導 來關心新冠疫情 Omicron的變異株BA.5 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主流病毒株 這還讓美國日本以及南韓的疫情大反彈 可怕的病毒 沒想到現在連猛獸都害怕 美國動物園有一隻老虎感染了新冠肺炎 治療之後情況穩定 沒有想到因為併發症染疫五天後死亡 日本旅遊解封 去夜加速病毒傳播 全國新增了兩萬三千多例 比起上週增加六千多例 東京單日則新增三千六百多例 調生境界等級 B.5席捲日本一週病例增加1.7倍 估計七月第一週B.5佔比將達百分之二十四 全面取代其他新冠變種成為主流 而南韓的疫情也有升溫趨勢 但日新增近萬例比上週多了百分之二十四 不只人類被病毒整得東倒西歪 就連凶猛的老虎也敵不過新冠肺炎威脅 美國俄亥俄州東元十四歲老虎朱比特 近來食慾不振 不願站立起身 檢查後發現他竟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持續治療後 人因病發症身亡 其實在動物園裡 像是貓科和新進科的動物 都容易感染新冠肺炎 工作人員在接觸時都會特別戴口罩 有許多動物園開始為動物施打新冠疫苗 而人類也要掃辦法自保 美國FDA最近正式對藥廠建議 應該儘快針對B.A.4和B.A.5 推出新一代加強劑疫苗 與這兩種病株已陸續成為全球主流病毒 目前莫德納的改良疫苗將於10月底開打 但B.A.D.人有疫苗只對B.A.1有效 要進行改良控制疫苗延後上市 記者綜合報導 鏡頭轉回國內來關心本土疫情 現在已經進入到7月 本土在今天是新增了35699例 比起前一天下降了8.1% 而國內的兒童染疫累計已經突破了40萬例 不過5到11歲幼童的疫苗接種率 是達到了75.1% 成為世界第一 在美國只有36.5% 在疫苗的疫苗接種率 在疫苗接種率 在疫苗接種率 最快在7月11號 就會跌破到萬例以下 對此指揮中心回應 當然有可能 但是目前看起來 下降的速度會很緩慢 暑假第一天 本土疫情緩步下降 新增確診35699例 比前一天下降了8.1% 累計確診當中 國內兒童染疫已經破了40萬例 不過5到11歲的幼童疫苗接種率 已經達到75.1% 成為世界第一 一號重重症案例新增221例 死亡121例 新增死亡個案當中 有一名18歲的少女 有慢性神經系統疾病 長期臥床 沒有打疫苗 6月13號發燒送急診住院 28號病逝 醫治潘建制分析 每個星期一確診數都會特別低 7月11號可能降到1萬人以下 如果以7日平均移動線來說 最慢到7月21號也會跌破萬例 當然都有可能 暑假期間 都人流部分似乎看來都有回升 根據目前的國際疫情 修正的這個 每週的這個放寬入境的人數 潘建制也提到 如果7月21號之後 還不能穩定降到1萬人以下 應該就有新的變種病毒混進來作怪了 醫治沈正南則是認為 臺北市新增曲線 本週跟上週差不多 RT值大於0.95 前兩天新增數略微高過上週3 4 這是一個警訊 隨著邊境放寬 社區可能潛藏BA.4 BA.5個案 專家呼籲減少人流指數 繼續衝高疫苗接種率 才能為社區築起安全防火牆 記者 張宥慈王一仲 台北報導 國內出現了一名七個月大的男嬰 沒有確診卻感染MISS C 醫師黃高斌就引用了國外的研究 發現N抗體以及PCR都是陰性 竟然也會感染到MISS C 因此專家提醒家長要特別留意 孩子的狀況 另外如果幼童染疫的話 也要特別留意 當小朋友說肚子痛 很有可能是心肌炎的徵兆 小朋友打疫苗娃娃大哭 但是不打疫苗無法預防MISS C 有一名七個月大的男嬰 沒有確診卻感染MISS C 醫師黃高斌引用國外的研究 發現確實有這種病例 在感染MISS C的個案當中 N抗體陽性PCR陰性占六成 N抗體跟PCR都是陽性 占了三成四 更誇張的是 N抗體跟PCR都是陰性 竟然也占了百分之五 這就是目前 所有與病毒共存的國家 所產生的一些後遺症 唯一的方式 只有預防感染 打疫苗 戴口罩 不只MISS C引發家長恐慌 國內兒童染疫人數 已經突破四十萬例 醫師張孝皇提醒 很怕聽到小朋友說肚子痛 因為幼兒如果有心肌炎症照 可能不懂描述心臟痛 就是覺得脹脹的不舒服 加上無法分辨肚子痛跟肚子脹 常會說肚肚痛 這就要特別注意 當心臟如果失去功能的時候 有可能產生所謂的休克 有可能產生所謂器官的缺氧缺血 肚子痛 胃痛的症狀 就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其實肚子痛 胃痛 有可能是心臟病的前兆 醫師分析一般來說 萬一心臟運作失常 血液就開始塞車 沒有辦法回到心臟 在腸胃等部位形成沖血 就會肚子腫脹 醫師提醒千萬不要忽略 孩童表達的事情 嚴重肚子痛不能輕忽 可能是心臟出了問題 記者張佑慈 王一眾 台北報導 而至於重複感染的標準 指揮中心終於公佈了 分為染疫一到三個月之內 以及超過三個月的兩類對象 符合條件就可以由醫師通報確診 不過如果是重複感染的話 指揮中心指出 不管是一次感染或者是重複感染 符合條件經過醫師評估 需要開力的話 就可以開力口服的抗病毒藥物 不少民眾催診後又出現症狀 重複感染定義出爐 在發病或採檢日一到三個月內 只要症狀惡化PCR陽 CT值小於二十七或快篩陽 如果是三個月後 標準則較為寬鬆 PCR陽 CT值小於三十或快篩陽 醫師評估後依法定傳染病通報 目前這個過渡期還是請醫師 先走我們法定傳染病系統的通報 那大概一個星期左右的時候 就可以有另外一個 更好用的一個健保的申報方式 不過民眾如果重複感染 靈藥問題也必受關注 不管他是一次感染還是重複感染 符合這些條件經醫師評估 需要開力的話 都可以來開力 一個小的條件 就是說如果醫師這邊在開力評估 這個口服抗病毒藥物 有一些疑慮的時候 可以諮詢我們的各網區的指揮官 另外傳出清冠一號 公費對象近期可能醫生 十三到六十四歲的確診民眾 實際算一下 要是一家六口都染疫 至少要多花費九千元 若是民眾恐怕難不擔 不止專家炮轟 國民黨立委馬文君也認為 因減少確診民眾專中重症 衛福部移除公費使用對象 根本防疫大開倒車 但指揮中心回憶 目前中醫藥司還在研議中 尚未定案 這黃毅君 楊宗彥 台北報導 臺灣出口到澳門的芒果 傳出被檢驗出新冠病毒陽性 因此一共二十箱 一百公斤全數銷毀 果農聽到都覺得太離譜了 水果怎麼可能會確診呢 農委會說沒有收到通知 而對此毒物的專家就表示了 目前全世界並沒有文獻 或者是科學數據 證實吃水果會確診 而且感染的機率比被隱石砸到的機率 還要低 所以懷疑可能是當地的確診者 打噴嚏造成的 走進台南預警市場 一陣濃郁芒果香 但果農卻開心不起來 因為產量剩三成 甚至傳出外銷到澳門 竟然被驗出新冠陽性病毒 根據瞭解這批出口到澳門的芒果 二十箱總共一百公斤 驗出陽性病毒全數被銷毀 農委會表示尚未接獲通知 房檢局則說目前沒有研究 新冠病毒會有水果傳染給人 陳時中部長自己也親自參加 公開這樣的記者會 所驗證出來的COVID-19的病毒 都是陰性的 在目前全世界的文獻上面 都沒有任何的科學數據 證明有這件事情發生 是比陰石砸到的機率 還要低很多 專家懷疑可能是當地檢疫人員 打噴嚏在芒果皮上造成 該擔心的是檢疫流程 採集數據以及飢核人員 而且以外銷來說 病毒真的來自台灣 根本難以存活 病毒停留在蔬菜水果上面的時間 大概就是七十二小時三天 所以如果說真的是從台灣來的話 那這個運送的時間 肯定不合理 芒果拼出口 上百公斤全數 銷毀 只剩外銷 從石斑魚到芒果接連出包 嚴重打擊 濃郁明星星 記得選負天 宋美城 王霜 SN家族 台南高雄 選戰焦點 要來看到首都之戰 民進黨內呼聲最高的 衛福部長陳時中 被潛力為 沈富雄酸縮 這麼傻的人 想要做台北市長 想到就起雞皮疙瘩 不過郭正良認為 黃珊珊非常會抓議題 一旦出手恐怕陳時中就慘了 我希望放在對臺灣 對臺北發展一個最關鍵的位置 而不是說我自己一定要再去找一個 這個選舉來選 林家龍的自我期許 顯然難以實踐 因為首都之戰 當內呼聲最高的陳時中 就只差還沒正式表態 不過先被前立委沈富雄 這樣譏諷 你這麼傻的人 還想做我台北市的市長 我想就起雞皮疙瘩 沈富雄還推測 民進黨最後有可能氣沈保皇 但可能性恐怕不高 台北的三角度局面 穿出民進黨想靠捧黃聲聲 打蔣萬安 瓜分平均票員 這張卻出現黃珊珊藍綠托師 寫些失策 讓蔣萬安順勢綠白一起算 民進黨要如何操作 這都是機關算計 我沒有辦法代表民進黨來回答 但是我要提醒民進黨 這種錯誤的教訓 發生一次就好 蔣萬安領先黃珊珊 跟黃陳時中非常多 領先十幾趴 而且蔣萬安是接近40%的支持率 可以很清楚地顯示出來 他已經在顧本這塊做得很好 蔣萬安顧好藍營票倉 倒是郭振亮分析 黃珊珊很會抓議題 一旦他開始出手 陳時中可能就慘了 綠營的始終支持者 是不會在乎這些東西 他們就要死再多人 他還是會支持陳時中的 那所以陳時中 至少是從三分之一以上的積點起跳 以後這種造成你會看到更多 他會把整個氛圍全部帶起來 所以他的信心只有越來越加強 絕對不會往下掉 陳時中黃珊珊 似乎兩人都在等 誰先宣布公職 華麗轉身 投入備事選戰 但人算不如天算 再等下去 恐怕埋下綠白 更多的不定時炸彈 記者余家豪 年成軒 他也報導 而至於在港都之戰 國民黨是派出了柯智恩出戰 被黨主席朱立倫稱作是陽光女孩 沒有想到綠營的網軍已經出動了 也與柯智恩笑稱自己是陽光女孩的媽 已經準備好勤走基層 現在綠營猛打柯智恩 而且這個速度來得又快又猛 教授施政鋒就分析 這代表陳其邁已經有危機一事 會到任何各位的地方 各位的選區 就像是這個樣子 每個人得獎 親切走下臺 跟支持者握手柯智恩 獲得國民黨提名第二天 出席高雄市黨部見面會 黨主席朱立倫 專程南下親自陪同 這位來自南部的我們柯智恩 就怕南部後面 加上一句陽光女孩 來柯智恩偷偷翻了個白眼 這無奈來自於民進黨側翼 被嘲諷六十歲了 還是陽光女孩嗎 今天只要心中有陽光 就是陽光女孩 誰敢說不是 蔡英文出來說不是吧 我們會一個民主進步黨 變成這麼退步 對性別的歧視 對年齡的歧視 在臺灣的今天是絕對不允許的 這些人可恥 我補充一下 柯智恩離開高雄的時候是陽光女孩 再次回到高雄是陽光女孩的媽 幾滴產護柯智恩 畢竟費了好大力氣才說服她出戰 面對綠營網軍暗送寒流來襲 導致疑她家人的美國房產 甚至再酸年紀不適合被叫女孩 一天一攻擊 綠營難道開始擔心 這位陽光女孩會超越高雄暖男 我看陳其邁其實是有點擔心 因為她正經 她應該照說因為她是小英的 也算是小英的陽光 小英的男孩 柯智恩殺進左營票倉跟陳其邁直球對決 陳其邁沒有切割韓國瑜還承接她的團隊 柯智恩殺進左營票倉跟陳其邁直球對決 但其母機架式 港督之戰對比其他縣市 雙方打得又快又急又猛 藉郭相約有高雄台北報導 回到新聞現場來關心股會焦點 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 但是臺股開盤就一路狂跌 專家認為現在外資抽離 再加上市場恐慌 因此讓下跌的力道變得比較強 另外護國神山台積電 更是跌落神壇 不過專家指出 下週一就可以開始佈局 7月第一天台股一片綠油油 開盤先小跌 後來盤中跌幅擴大 灌破一萬四千五百點關卡 收盤大跌四百八十二點六五點 創下一年半以來新低 融資的部分最近減幅是達到百分之三十 相較於大盤的跌幅還更多 止跌的機會是很高 市場的情緒現在是很恐慌 它下跌的力道變得會比較強 護國神山台積電更跌落神壇 開盤股價一路探底 跌破四百六十元關卡 最後收在四百五十三點五元 重挫二十二點五元 總市值也跌破十二兆元 如果法說會能夠端出 讓市場覺得說庫存過高 你台積電能夠破除這個心理的壓力 那或許就會止跌 不少網友嗨翻認為是天上掉下來的鑽石 還不趕快撿 也有人打鐵趁熱說 此時不買更待何時 因為若以年初高點的六百八十八元來對比 財經專家認為現在是進場的好時機 買一張台積電半年內股價 渴望回彈高點屆時賺近二十三萬元 下禮拜我覺得對長期投資人來講 可以開始佈局的時間 確實是難得的機會 國安基金執行秘書阮清華認為 台股一號跌幅有點升 甚至有點跌過頭 不排除召開零食會 專家也分析短線跌升 有機會反彈建議投資人 如果手上有持股者 不必在此時殺低 可以等反彈後再調節持股 記者陳時煉翁家於台北採訪報導 三星電子超越台積電 昨天是宣布 三奈米晶片會正式投入量產 和五奈米晶片相比 可以節省了45%的電力 更是全球最先量產 三奈米晶片的企業 南韓三星電子再度校正台積電 三十號宣布正式開始量產 三奈米晶片 打著全球第一的名號 試圖在製程技術方面 彎道超車台積電 三星宣布三奈米製程 使用最新一代GAA開發技術 不同於現有技術 FINFEST三面炸機構造 GAA採用四面環繞式結構 可以完全包覆電子通道 更精準控制電流 有效解決漏電問題 三星也表示 GAA三奈米製程 與採用FINFEST架構的 五奈米製程相比 可以節省45%的電力 提升23%的效能 減少16%的半導體面積 看似完美的技術 相對做起來也更困難 專家直言 全球GAA生態系統 還沒完全到位 三星想先投入GAA三奈米量產 可以說是趕鴨子上架 客戶買不買單也是個大問題 根據市場結果 今年第一季全球晶圓代工市佔率 台積電以53.6% 遙遙領先三星的16.3% 而且三星目前尚未實際接到 三奈米的訂單 宣布量產的宣傳意義 可能大於實質意義 而台積電預計在今年下半年 投入三奈米量產 製程發展相對循序漸進 市場預期三星想在產能規模 追上勁敵台積電 恐怕市場硬仗 今天開始電價是確定調漲了 但是自己家裡的電價 到底有沒有漲呢 其實可以攤開電費賬單 靠著用電種類的這一欄 就能夠判斷 只是現在電價漲了 大家都在想說 到底該怎麼樣來省電呢 工研院的調查就發現 如果每天少吹冷氣一個小時 就可以省下四百八十塊 七月一號起電價上漲 到底會不會漲到我家 專家說收到台電賬單 要看這一欄 用電資訊欄裡面 有一個叫做用電的種類 去分辨你是不是有被漲到 高壓或者是特高壓 這些字呢 就表示有被漲到 民生用電呢 如果你是表燈非營業 每一期用電量超過2000度的話 有被漲到 電費賬單的用電種類中 若是著名表燈非營業用 以及表燈營業用 表燈時間非營業用等九項 通通代表不用漲 除了種類別 下期電費賬單 還能看到台電燈載的行業別 看看自己是不是屬於農漁 百貨餐飲等 不調漲範圍行業 想聰明省電 工研院調查發現 每天冷氣只要少吹一小時 能省下四百八十元電費 每天電腦只要關機十小時 一年可省下九百二十元 開影機設定定時節能 可以省下六百六十元 就連換燈泡都能省電 二十一到二十三瓦的省電燈泡 可以開換大概八瓦左右的LED燈泡 那麼每開換一盞呢 你大概就可以省下五百五十元的電費 開換十盞 那就一千五百塊錢就省下來了 除了換省電照明 熱水瓶定時節能也能省錢 家中暫時用不到的電器 拔除待機電力 一年更可省下一千元電費 六十公升以內的電熱水器的話 每一年消耗的這個 光是待機電力就兩千多塊 面對炎熱的夏天和狂漲的電價 百姓的精打細算多省電 記者陳正茂黎玄 台北報導 年收入超過四十點八萬的小資族 按照規定都必須要繳稅 但是現在竟然有大貨 年收入超過了兩千萬 還一毛稅金都不用繳呢 到底是什麼節稅妙招呢 帶您瞭解 年收入超過四十點八萬的小資族 已規定得繳稅 但調查發現 年收入五百萬以上的人 有九戶免繳稅 更扯的是 年收入兩千萬以上的大戶 有人一毛稅金都不用出 政府說關鍵在於捐贈和醫療支出 可以全部扣底 專家更透露 有錢人節稅 有配搏 五百萬元的人 沒有任何的節稅措施 可能一年要繳大概五十萬左右的稅 如果是我的話 我寧可把十萬拿去給 這個會計師幫我想辦法 一般老百姓 我一年才賺一百萬 那我幹嘛去把我的錢 捐給這機關機構 賺到兩千萬元以上 不用假報稅 這是有可能 有些所得大付的話 他基本生活都沒有問題的 他才有辦法大量的監管 達到大量的節稅的效果 靠醫療支出又該怎麼節稅 目前規定掛號費 慢性處方間手術醫藥費都可扣底 但減減醫美牙齒矯正的費用 無法抵稅 專家說有錢人避稅方法 還有這一種 譬如說買一些什麼醫療的東西 開刀手術 那個其實都可以灌很多水在這裡面 重大的傷病的時候 超過健保的集務範圍的話 當作談戒指扣除我的醫藥支出的項目之一 當上班族辛苦繳稅 為何卻有大戶可以一毛不出 有錢人的節稅妙招和避稅手段 就怕很多真相不能說出 記者雲善行林沛傑 台北採訪報導 萬物起漲的時代之下 希望能夠減便宜就是一個小確幸 來看到在台北市西華飯店 今年二月席燈之後 上午是重新的打開大門 展開為期三天的家具特賣會 最便宜的餐具用品 竟然十塊錢起跳 甚至還有三十七吋的液晶電視 也只要一千八百塊 一早飯店的門口就大排長龍 不會艷陽民眾一早撐著傘 在飯店門口排隊 都是衝著西華飯店特賣會而來 飯店大廳擠滿人潮 通通便宜賣三十七吋液晶電視 原價五千元 特價一千八百元 碗盤水晶杯等各類廚房用具 通通只要銅板價十元起跳 要朋友的消息 然後就覺得快點來搶 我們家然後需要一些新的家具 就漂亮又便宜 另外情侶優品也相當受歡迎 抽搭雙人彈簧床 原價三萬元 特價四千五百元 飯店羽絨杯原價三千元 特價也只要八百元 它這個床應該 因為是等於是二手的 算是滿便宜的 四千五 它是羽絨杯跟杯套 然後買了三套 百合風是賣的話 好得到五六千塊 我們很早 大概八點半就到了 然後今天特別來買毛巾 還有餐具 還有被套這些 還有大理石材質的辦公桌 原價一萬多元 特價兩千五百元 等於只要用四分之一的價格 就能帶回家 難怪民眾搶翻天 暑假第一天 還有人全家總動員 就是為了來搶便宜 記者謝洪如陳嘉倫 台北採訪報導 現在暑假到了 大家想玩的心情 都已經藏不住了 所以民眾呢 都是一窩蜂的 跑到外面去玩 可是現在天氣這麼熱 室外根本就待不住 因此大家都往 有冷氣的地方跑 像是在台中的百貨公司 賣場還有Outlet 從早上開始就大排長龍 暑假第一天 百貨公司逛街人潮 滿滿滿 百貨公司十一點才開門 不少民眾八九點 就在門口排隊 隊伍裡幾乎都是年輕人 學生族群放假了 想出去玩 但天氣太熱 來百貨公司逛逛 肩吹冷氣 但台中疫情還在高原 來人幾人 不擔心嗎 那種小事情 不用再 有做好防疫 天氣悶熱 外面待不住 Outlet的人潮也是一波 接著一波 他是在那個鹿港那邊 可是天氣才太熱 想說來台中 想說室內嘛 又可以逛 又有冷氣比較舒適的地方 餐廳美食區作物訊息 哪裡有冷氣就往哪裡跑 美食賣場也湧盡大批人潮 龍道生鮮區 試吃區大排長龍 炎熱的天氣 民眾出遊狂往室內躲 這群恐龍控也是一樣 就是之前好像沒有在百貨公司 看到廣場那麼大隻的恐龍 然後拍完照就直接進去吹冷氣 超爽的 大人小孩拍完照 立刻快閃進室內吹冷氣 暑假才剛開始 百貨賣場人潮幾爆 買東西吃東西 疫情還沒趨緩 但已經關博住大家 想玩的心 界中部綜合報導 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您是不是一定得要開冷氣呢 可是現在專家說 夜晚不開冷氣 也能夠涼爽入睡 這個關鍵就在 你要穿著是棉質的睡衣 以及要透過養睡的方式 日本的研究跟發現 要防止中暑 關鍵的降溫秘訣竟然在手掌 怎麼辦到的呢 帶您瞭解 營宴夏日不開冷氣 真的活不下去嗎 有專家分享 沒冷氣也能涼爽入睡的絕招 首先穿什麼睡很重要 裸睡當然最涼爽 重點是睡衣要選百分之百純棉的 另外風扇前 百噴冰塊吹超涼爽 或是把冰在冰箱的襪子拿來穿 另外最關鍵的Pepo是 睡之中 仰睡竟然會帶來醉涼的效果 但若是和家人同床 建議避免觸碰 算一算光是睡眠八小時 沒開冷氣 光靠絕招降溫 省下的電費很可觀 若出門時怕酷熱天氣會中暑 日本專家還發現 防中暑的關鍵就在手掌 雖然手掌的面積只佔人體的5% 但卻是調節全身體溫的關鍵所在 專家說只要把雙手泡在水裡 就能迅速降溫 是防中暑妙招 然後這邊只有很接近皮膚的地方 然後回流就變成靜脈 一個小動作小Pepo就能讓身體迅速降溫 不但能讓您涼爽一下也能省錢一下 記者楊琦浩 陳宇柔台北報導 現在暑假起跑了 各大水樂園都立刻擠滿人潮 而且還可以看到不少的比基尼辣妹出沒了 他們在滑水道都玩得特別的嗨 現在還有很多免費的細水池 像是在台南的飄飄河 嘉義的清水公園 連小琉球的海邊 都是遊客搶著要來泡水消暑 刷一下 從滑水道沖出來 見起水花 驚聲尖叫 比基尼仰眼畫面 暑假一到全出籠 拿水槍玩排球 在水樂園玩翻了 暑假第一天 各地細水區就擠滿人潮 超大海浪將人潮推起來 一片歡呼超刺激 在水裡玩超嗨 人工海浪一波接一波 還有地方可以免費玩水 第一天我們專程來 特別帶小朋友來 對 一切都很帥 小朋友泡進水池 拿起水槍狂噴狂撒玩得超嗨 嘉義竹崎清水公園 還有台南隆田文化園區 200公尺飄飄河 都是暑假免費開放 小朋友坐上泳圈 開心灑水 超級療癒 屏東小琉球沙灘 湧現暑假人潮 塔朗細水或是生態搗爛 泡進水裡拍大合照 疫情缺緩 中北部遊客都悶壞了 暑假一來 終於可以走出家門 玩水透氣 消消暑 記者羅菜堯 北中南綜合報導 國旅非常的好玩 但是現在疫情這麼久 大家都悶壞了 也非常想要出國去玩 北美知名的尼加拉瀑布 被很多人列為是 一生要避去的美景 其實瀑布底下 隱藏了一個百年的隧道 即將要對外開放 讓遊客能夠從底部近距離 一堵壯觀的水流 一整片的洪流傾斜而下 波蘭壯闊讓人驚嘆 名列世界前三大瀑布的尼加拉瀑布 無論面積 流量或寬度 都遠大於其他瀑布 橫跨每家兩國被許多網站列為 一輩子必來朝聖的景點 不過瀑布的底部 其實隱藏了不為人知的祕密景點 一個近百年歷史的隧道 即將對外開放 也就是說以後遊客除了搭船 或從瀑布上面觀賞 也可以從底部體驗嶄新的視覺角度 只要搭乘玻璃電梯 下降五十五公尺 就到了隧道入口 走過六百七十公尺長的步道 迎面而來的 就是壯觀的尼加拉瀑布 全新的觀景台 向外延伸二十公尺 可以和水流近距離接觸 一九零五年建成的 尼加拉水力發電廠 也是一大工程奇景 透過巨大的涡輪與工程技術 長達一世紀 利用瀑布的水力發電 如今開放秘境 被視為瀑布觀光的最後一塊拼圖 展現前所未見的奇景 記者最後報導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要帶您來看到 義大利的烏菲奇美術館 創建在十六世紀 背後的推手就是赫赫有名的 梅迪奇家族 他們因為家族財力雄厚 又熱愛藝術 也替佛羅倫斯 保存了珍貴的文化遺產 烏菲奇美術館的起源 要追溯到西元1560年 當時梅迪奇王朝科西莫一世 邀請建築師瓦薩里 在佛羅倫斯政府大樓 韓公爵領地行政辦公室的基礎上 設計出一個具有翅膀般 兩翼造型的辦公大樓 義大利與烏菲奇的意思就是辦公室 穩固雄壯的多利克建築立柱 彰顯統治者對希臘最偉大的半神英雄 海利克斯男神的崇拜 每個壁刊裡都安放著藝術 文學 軍事領域中知名的佛羅倫斯人物 五年後瓦薩里用走廊將這座大樓 巧妙地以雅諾合上的老橋 與當時新建的比提宮 及波波里花園連接 王朝的繼承人法蘭西斯科一世 1581年決定將大樓 辟為典藏珍貴藝術品的展示廳 歐洲最古老的美術館就此落成 屹膏有個建築物 和屹膏有個建築物 和屹膏有個建築物 被建築公共產生 由美戚生的大樓 所謂的藝術財寶蘭 在超過三十十年代 他們是很開放的 而是他們只要有最多的 最多的就是這類似的 的培景就是 當這所謂的基建築物 後來自獨自殊 戀了 他們還沒有男生 无非其拥有数以千计 中世纪到现代的经典绘画 包括波提切莉的春 维纳斯就像春天的象征一样 被美惠三女神以鲜花纯败 更知名的是长发裸身 助力贝壳之上 在风神的吹拂 春神的营压下 随海浪缓缓推进的 维纳斯的单身 还有年代久远的人物雕像 数量和品质 世界第一的肖像画收藏 梅迪奇王朝 三个世纪以来的王宫贵族 以及商人 银行家 宗教机构 热衷收集作品 持续赞助艺术家 曾经活跃在同座城市天空下的 文艺复兴三杰 达文西 米开朗基罗 拉斐尔的作品 只有在乌飞奇相连的展厅 能够如此近距离对话 我们把所有的 Leonardo da Vinci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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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圣母领包是天使高知圣母马利亚怀孕 基督将要出生 达文西依照真实鸟烈的语意 描绘天使翅膀 因为方才降落 所以呈现张开的状态 三国师来朝 则以神圣而充满戏剧张力与神秘的场景 呈现对于生命 信仰 怀疑与不可知的扣问 圣家族是米开朗基罗唯一流存的木板画作 主题关于圣母 耶稣与试习者约翰的诞生 原型构图象征子宫 画框由他自己设计 前景深涂出主体 模糊背景的描绘 仿佛现今大光圈相机下的作品 人物雕刻般立体具象 为何唯一复兴是在佛罗伦斯照发 什么样的城市能够孕育天才如许 因为 Florence was very open-minded 所以 apart from having the money in Florence Florence was an economical center Florence was one of the great centers of trad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in fact international trade but they were also sort of a Silicon Valley because all the researchers were brought to court and there was a liberty, a freedom of thought and of speech at least in the first few decades people were able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and think even against what the church proclaimed as the main doctrine 福化达文西、以太朗基罗、 杰利略等偏才的文艺复兴教父 是梅迪奇家族 这个15至18世纪中 在欧洲势力强大的民蒙旺族 以羊毛纺织加工起家 因为金融业务走向发达之路 曾拥有欧洲最兴盛 最受尊敬的银行 产生四位教宗 都为佛罗伦斯统治者 两位法兰西王后 和欧洲王室成员 对艺术和建筑的相赞 是给后世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之所以大力赞助艺文的原因 首安意大利历史文化的张安平说 因为梅迪奇家族是富商 其实是负商 他讲的话 经商赚钱其实是一个邪恶 然后他唯一的可以做法就是说 我今天经商赚的钱 是帮助这个城市 是帮助这个宗教的 就不抗 不是邪恶 变成说他要justify他赚钱的目的 他的正当性 就开始有很多的civic building 就是城市的发展 他的艺术的发展 作家艾瑞克·韦娜 在《欢迎光临天才城市》书中指出 当时教会推出的赎罪券 正是精致的艺术品和建筑物 出现在佛罗伦斯的重要原因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形容这个 即使不是世界首富 也曾是意大利财力最雄厚的家族 相当擅长在艺术的吐纳之间 释放财富的芬芳 文艺复兴某种程度来说 其实是被罪恶感推动的 人类直到现在 依旧在享用它最华美的果实 其实整个时代创造了文艺复兴 艺术家只是成了文艺复兴的 那一些结果之一 我们今天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的 这种人权 自由 还有个人的空间 个人的价值 等等都紧紧的跟文艺复兴 那时候联系在一起的 最重要的精神应该是什么 是一种给个人空间 和一种自由的精神 法国哲学家富尔泰曾说 成就一个黄金时代 需要的是财富与自由 佛罗伦斯曾两者皆具 风盈不缺 至于文艺复兴最璀璨的标记 乌菲奇美术馆 能够四百多年屹立不坠的 关键性原因 得归功于一位女性的远见 安娜玛丽亚梅迪迪奇 她在1737年弟弟过世 家族男性断刺时 毅然决定将所有家族艺术藏品 转让给新王朝 附带条款是所有收藏 不可留出佛罗伦斯 从此确保乌菲奇的艺术珍品 永远负责这一座文艺复兴之城 回到新闻现场 您知道猫熊有六只手指头吗 原来猫熊为了要吃竹子 居然演化长出第六根的手指头 方便他们来抓握食物 也让猫熊拥有最独特的熊掌 猫熊啃竹子可爱模样 蒙翻不少人 成年的猫熊 十五小时内可以吃掉 四十五公斤的竹子 猫熊紧抓竹子的本领 居然是因为它有六根手指头 熊猫的手指的话 我们习惯上是这样给它定义的 大熊猫有六根手指 其中包含了一根尾拇指 摊开猫熊的手 数一数五根手指头外 还有一根尾拇指 最新研究证实猫熊六百万年前 就长出第六根手指 为了吃竹子 原本属于肉食性动物的猫熊 与熊类一样昏速皆吃 后来因为猫熊经突变 对鲜食的味觉丧失 导致猫熊吃植物为生 与一般草食性动物不同的是 猫熊专挑竹子吃 需要用手指固定才能进食 因此猫熊进化成手掌 有一块特别的顽骨 它没有可活动的关节 它是由强劲的肌肉组成 就像一块小肉脯 与食指并用灵活抓食物 我们看到大熊猫在吃东西的时候 它是把竹子握在手里的 那就是因为有唯拇指的帮助 唯拇指具有大拇指的作用 可以紧握竹子便于猫熊进食 六百万年前长出的第六指 也让我们看见猫熊无论是躺着吃 趴着吃 光靠一只手掌就能搞定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举办趣味的小猪赛跑比赛 新闻的最后就带你一起来看 感谢您收看今晚的聚焦新亚洲 我是凌晨佑 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